大家好 我是蜗牛 我住在美国的达拉斯 我是Nason认证的健身教练 今年一眨眼 四月已经过完了 前面四个月就是我们的滑雪季节 那今年我终于圆梦了 考上了美国滑雪学会认证的 双版一级教练证书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历 先说一下我为什么要去考这个证书 首先我很喜欢滑雪 那如何可以滑得更好 以及可以滑得更安全 是我的一个最大的动力 其次呢我想帮助更多的人 自己会滑和可以教别人还是不一样的 第三个呢我是想通过滑雪 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 美国滑雪协会呢 它有七个分布 如果你去它的网站上查一查 你就会发现美国太大了 所以呢它这七个分布呢 覆盖了整个美国滑雪的主要的学场 那么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 就是这七个分布 它都属于美国滑雪学会 但是呢对于教练的要求 还是有些不同的 比如说有的地方呢 考这个一级证书是考两天 有的地方呢是考三天 还有的地方只考一天 第二个就是大家如果选好了 去什么地方考你的这个滑雪阵的时候 一定要查一查它周围的雪况啊 还有它的路况啊 还有这个山的特点 如果你没有去过这个考场的话 我强烈建议你要自己先去滑一滑 对它的地形要有一定的熟悉的 当你选好了要去哪里考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参加这个报名考试了 如果这个点你发现你对你来讲最方便的这个地方 这个时间已经满了 不要灰心 你应该加入它的waiting list 很多时候它的waiting list上的人都会被就是moo up 然后成立这个新的一个小组去考试 当你报名以后呢就要开始准备了 我建议第一个准备的事情呢 是你要买两本书 这两本书呢都是在这个美国滑雪网站上有售的 一个叫Alpine Technical Menu 一个叫Alpine Adult Teaching Handbook 为什么要买书呢 我觉得很多朋友都滑得很好 但是呢理论知识没有跟上 那既然是考试 它就是有一套模式 它要问你一些理论上的东西 第四个呢就是你要到这个网站上 把它要求你学的一些e-learning的课给算掉 这个是很容易的 但是在这些课里呢 我建议你要多上几遍 因为这里面都藏着很多的考点 第五个 如果你有条件你靠近学长比较近 我是强烈推荐你去上它办的这个补习班 大概是两天 像在Rocky Mountain 它就有两天 这些班都非常非常的抢手 你一定要提早报名 第六个 这个下面都是干货 就是最重要的 你要考什么 作为一级教练 你要考三天的话 是一天考一样 第一天是考moment analysis 第二天是考你的滑行 第三天呢是考你怎么教别人 所以要考三天 那每次呢 我在的这个Rocky Mountain Division呢 我是看到是九个人一起考 所以九个人会在一起待三天 moment analysis 我觉得是这三天中最难的一天对我来说 为什么呢 它是考你让你看别人的滑行 然后指出他什么地方滑的不对 然后呢 你应该怎么样帮他改进 用你的知识告诉我 这个人什么地方滑的对 什么地方滑的不对 那运用什么知识呢 这个知识就是滑雪的五个fundamentals 你要选一个选一个fundamentals来讲 所以考试呢 它会考你 你不知道你是抽签 是抽到大人还是抽到小孩 对不对 如果抽到大人 你应该怎么教 抽到小孩 你应该怎么教 那书上都有写 所以抽到大人 你就是应该有这么几个步骤 第一个 你要见面 greeting别人 对吧 建立一个互相能够信任的 短暂的信任的一个基础 第二个呢 你要问一问你的客户的背景是什么 做过什么样的sports 做什么工作的 然后第三个呢 你要看一下他的这个physical ability 比如叫他做一些square呀 看他这个腿上的这个肌肉能力是在哪里 然后他有没有滑过血 他滑过他的经历是什么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大家讨论一个go 就今天这堂课 我们的go是什么 第五个呢 就是你要 刚才我说的那四部曲 通过那四部曲 叫他一个go 第六个呢 就是你教完了 做完了以后 你要停下来去check他的understanding 让他自己说 比如说 我们今天叫的parallel turn 你让他自己说 首先用语言告诉你是应该怎么做 然后在这个 他告诉你以后呢 你就可以就是加一点你的 如果他没有说得很完全 就加一点你的意见 然后你要再重复一下 我们今天的go是什么 通常这个go不能定的太高 如果它的go定的太高的话 你要把它的go bring down a little bit 然后就是再重复一下 我们今天的go是什么 好 然后呢 你就跟他说啊 我们今天的go是这个 我们现在你看 你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 这个go你已经达到了 他就会觉得自己很成功 然后觉得请你啊 也是物有所知 就是这么样一个简单的程序 但是在你教学的过程中 你只有15分钟时间啊 去考试 第一个是不能紧张啊 紧张就忘词了 第二个一定要记住 有这个四部曲 然后呢 不断的前面有什么go 后面头尾呼应 像写文章一样 你前面讲了什么go 你最后就要表示 你达到了这个go 对吧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大概15分钟 那如果你抽签 抽到要教一个小孩 小孩他跟教大人是不一样的 他是不是follow这个程序的 他是有四点 就是第一是play 要跟孩子玩 第二个呢 要drill 又做一些练习 第三个呢 就是带着他去adventure 叫adventure 第四个呢 叫summary 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玩了什么 所以教孩子和教大人的方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在这个美国华学协会里面 孩子还有一个专门的执照 叫children's specialist 这个是考完一级以后 你必须要考的 才能去二级的这个中间 有一个这个children's specialist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滑行 大家可能都觉得滑行 可能是这三天中最容易的 但是作为一级教练 他要考你的滑行呢 他基本上是 考你的这个在blue和green 这样的这个taring上考 blue上的蘑菇也会考一点 但是呢 他主要是看你对这个parallel 这个滑行掌握的怎么样 三天都考完以后呢 他会有个一对一的谈话 在这个一对一的谈话中呢 他就会把他的评分表拿出来 挺复杂的两张表 然后就告诉你 你每一部分得的分是多少 然后你哪一部分过了 哪一部分没有过 一级教练考试过程中呢 还是比较友好的 考你什么之前 他都会做个示范 比如今天我们考教学 他首先会做一个教学示范 然后他才会喊着你去考 但是你绝对不能指望 你什么都不准备 然后你就去看了他的示范 你就立刻过了 这个我就觉得比较有风险了 上面呢 就是我对考美国滑雪 一级教练的一点分享 我觉得呢 在这个考试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是 我提升了自己对滑雪的理解 这个journey非常的值得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也解释了非常多的朋友和教练 所以呢 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你也可以试试 欢迎您点赞 分享 订阅我的健身频道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